現在已經不是在社區感染的邊緣 現在已經進入社區感染了 我剛剛一開始講這又沒有七例 那等於是有兩期的 的一個社區的感染 那一例是有這個五個的一個 的一個群聚 那另外一例到目前還是一個個案 那個是在還沒有這個事情之前 那也是在邊緣 現在已經進去了 那本來是在一級以前 那現在因為出現了感染的不明的本土病例 我們就宣布我們這個疫情 這樣的一個 集會的指引 就升到第二級 第二級 那當我們 這個時間持續的日子到6月8號 四周 觀察兩個循環 那對於就是說 我們要求避免 我們要求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 場所 高感染傳播風險產業 那民眾必須依照 規定全程佩戴口罩 為遵守規定 且勸導不聽者將嚴格開發 所有的集會活動 需落實 確保民眾維持社交距離 或全程佩戴口罩 使用隔板或實聯制 體溫量測 消毒 人流管制 總量管制 動線規劃等措施 那否則應該要緩辦 暫緩辦理 那三 原則上停辦 室外500人以上 室內100人以上的集會活動 就是原則上 這些超過500人的室外 超過100人的室內活動 我們希望是能夠停辦 但上述集會活動 若能採固定座位 且為梅花座 十連制 全程佩戴口罩 禁止飲食 得提報防疫計畫 報請地方主管機構 核准後實施 雙鐵 台鐵高鐵 客運等大眾 運輸 禁止飲食 那5月15日起 那雙鐵 成績 成績 成績列車 禁戰票 請民眾務必配合 共同嚴守社區的防線